下午饭 女公子 你都做了一早上了 要不用点早餐吧 我不饿 怎么可能不饿 你昨夜吃的东西 全都吐干净了 如今腹内一定空空 我昨日还吐了 可不是嘛 林将军帮着收拾了一夜呢 女公子 你不知道昨夜 连房有多担心 你昨夜 又是哭又是笑 又打又揣 还得谁咬谁 除了林将军 怕是没人能收得住 我都担心 林将军一怒之下 把你给砍了 可没想到 他愣是赔了一宿 他一宿都没摔 哪能睡得着啊 你闹成那般 不过 不过 你倒在林将军身上 倒是睡得挺香的 女公子 你去哪儿 我去找阿姆 这鞋是谁的 这鞋是谁的 林将军说 怕你又吃足贪粮 特意列来巨马 坐的这双蛇皮铝 不会闷热 又不会太凉 说四季都能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可见听为父一言啊 这事 林步一没有错 为父也见过几次 你们相处啊 你爱人 言笑艳艳 相谈圣欢 谁也不是瞎子 就算不是男女之情 仰慕总是有的 你说得人家心头火热 然后人家向为父提了亲 我也答应了 婚约继承 您不依究竟何错之有啊 我没说他有错 我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想要的 这世上 人人都想照自己的心意行事 可是又有几人能办得到呢 为父托大一句 怕是贵为久武之尊的圣上 也有无能为力之使 娘娘 你觉得 就算你不嫁给林步一 你就能过上 你自己想要的日子吗 我觉得他不会为难我 你这么笃定他不会为难你 仗的是什么 不就是仗着林步一喜欢你 恃宠而骄吗 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 如今又愁愁 这并非君子所为啊 让你来 你 为父 娘娘啊 我与你阿母啊 并非贪恋功名富贵之人 其之之初 本是想守着相间平安 保家小文族 这二十余载 我们活里学里凭杀 没有生死加灭 还混出千灭堂 也算知足了 大不了这官不做了 咱们回乡间 做舔手翁去 这女子嫁人 自古就变如新生 一步错是终身错 富贵权是与你的终身幸福相比 不算生化 娘娘 若你真心不愿意和林步怡在一起 我与你阿父 就算是偏下这一身官职不要了 也一定会帮你 去推掉这门情事 当下 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 你当真不喜欢林步怡 当真不想与她在一起 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 就连你喜欢的郎婿 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 就连我与你阿父 也是在魔盒当中 才做成了圆满夫妻 这一世 若能嫁你动心之人 何其难得 阿母希望你想清楚 再做决定 无论你如何选 阿父阿母都直指你 阿父阿父 阿父阿父 你这么笃定 他不会为难你 仗的是什么 不就是仗着林不宜喜欢你 恃宠而骄吗 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 如今又愁逐 这并非君子所为啊 林将军说 怕你又吃足贪量 特意列来巨马 坐着这双蛇皮驴 不会闷热又不会太凉 说四季都能穿 你会不会太凉了吗 你会不会太凉了吗 我会不会太凉了吗 我会不会太迷人了